其实立法院今天的司法法治文会的书面报告 他写的非常的婉转 其实言下之意就是 不以以急问急答的方式 邀请总统来国会背询 他文字是委婉了 但是语意是很清楚 我可以从立法院的报告的文字当中 读出他们的无奈 读出他们的不得已 可是宪法的意志非常清楚 这当中的各种精髓 看得懂的人一定看得懂 但是装睡的人始终叫不醒